今天的这个诺诺简讯有点特殊啊 因为我是被迫拍的 我们现在画面里面没有这个车的前脸了 我估计大家这个观感会好受一点 我们这个今天的主角呢 PT漫步者克莱斯勒的 非常有名的一款车 在各种汽车媒体当中 都被誉为21世纪十大最丑车型 我觉得名不虚传 这台PT漫步者呢是2007年上牌 现在的里程数呢只有6万多公里 使用强度是非常非常低的 内外橙色呢也是一个无可挑剔的状态 绝对是一个极品车 之所以我刚开始说我是被迫拍这台车 是因为这个车呢 它并不是我们的自营车 而是我们客户收下来 在我们这边维修保养 但是因为这个客户的面子特别特别的大 我不得不答应给他拍一个节目 这位客户呢也是微博上的一位大V 是知名的一个摄影师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的微博 然后也是我们的一个老客户 在我们这边买过很多的自营车 也卖过很多的车给我们 其实刚开始啊 他要收PT漫步者的时候 也是委托我们去逃车了 但是我们的逃车顾问 因为自己的审美问题啊 拒绝了这一代 当然这个开玩笑啊 实际情况是 这台车最新最新的车员 估计也都有十一二年的 这样的一个车龄 而且一般来说用的都不是特别的理想 里程也都非常的高 所以很多车子的这种车矿呢 我们也觉得是不符合我们要求 当时也就婉拒了 但是没想到我们的客户啊 自己绝地三尺竟然找到 这么极品的一个车员 不仅找到这样的一个车员 而且是花重金把他给买了下来 买下来之后呢 他对于整个车矿也是非常非常的满意啊 也第一时间跟我炫耀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我就对他讲 基于你的审美 我们这个朋友还是不要做了 朋友虽然没做做 但是生意还是得做啊 我们的这位客户呢 觉得这个车子的底盘状态不是特别好 所以在上个星期的时候 把车子就发到我们厂里面 来升级一下 它的这个底盘里面的这种各种交套啊 各种各样的底盘件 现在维修完了之后 底盘的状态满分 绝对是满分 开起来非常非常的爽 也是在路视这台车的时候 我的对于他的这种观点呢 有了一些小小的变化 除了丑之外 我领悟到了PT漫步者 他产品的其他方面的优点 关于PT漫步者这个车呢 其实他浑身上下最大的一个特点 肯定就是他的一个造型啊 克莱斯勒当年在00年左右 推出这台车的时候 他的一个设计理念 就俩字复古啊 玩命复古 所以说他现在有这么一个 奇奇怪怪 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也真是前面有很多的古人 对吧 后面呢来者是没有了 因为网上有很多调侃漫步者 造型的这种段子 然后呢我个人对这个造型呢 也是不太感冒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车 可能没有人会喜欢 我这个客户他喜欢呢 我只是觉得一个偶然的现象 但是没想到这个车到店之后 我的很多的同事都涌上来 去夸这个车有腔调 去夸这个车好看 把自己喜欢PT漫步者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给暴露出来了啊 而且这个数量比我想象中要多很多 我数了数可能不下十位同事表达过 对这款车造型上的喜爱 这可能就是一个口味的问题啊 但是因为舆论的原因 这些人平时不得不把自己给隐藏起来 这个车好看吗 好看 好看 特别配你 这个车好看吗 你觉得 挺好看的 挺好看的 什么品样 什么品样 漫步者这台车 它的中网跟现在的车不一样 然后它的灯也是非常的奇特 最显著的特征呢 就是这个Y2的这个叶子板 然后它的叶子板和灯 再加上基盖隆起的这个角度 这个曲线 你觉不觉得像是看那种谍战片 看民国片里面那种 40年代那种老克莱斯勒的那种感觉 我想设计师也一定 他是在努力的去营造这样的一种感觉 当然了因为道具车的原因 那些影视剧里面的车子呢 要比现在这个PT漫步者要大很多很多 当然了 它这种腔调其实复原的还是挺不错的 整体的感觉就有点像是 开着车 有点像是影视剧里男女主角的这种感觉 车内的情况呢 没有说完完全全的去做那种复古的设计 但是也有一些细节 让我们觉得跟现在的车不太一样 更多的有一点像是2000年到2010年之间 吉普呀或者克莱斯的其他车型的那种感觉 配置上 你懂的 这样的内设设计 可能最坚军包一词的一个表述方式叫做 古色古香 整体的设计我刚才也说了 就是一个2000年到2010年的 这样的一个克莱斯勒和吉普车系的一个特点 你看它的这个仪表都是那种绿油油的小灯 这个分辨率跟我们的计算器是差不太多的 而且全车上下 一块两块三块三块液晶屏而已 加起来比我的手机面积还要小 这些内装大家看到的这些板子像塑料件一样的东西 其实真的都是塑料件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在塑料件的选用上 设计上还是有一点自己的这种风格的 从A柱的这个小试板到门板上缘下缘中缘 甚至包括我们的这个门把手 它这些塑料板的配色 还有上面的纹路整体的质感都是不太一样的 最厉害的是什么 就是它座椅的这个头枕竟然也是塑料的 只不过是个空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摸起来有点像是捏个玩具车轮胎的这样的感觉 头放上去呢也是有一点弹性的 但是你要看到它的这个座椅还是用的一个皮革包裹 然后上面甚至还有一些翻毛皮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再加上一个塑料的头枕 这设计是还是挺有想法的 然后这些把手也都很粗壮 当然依然是硬塑料啊 窗户升降按钮呢放在了中央两个空桥出风口中间 如果说你第一次上这个车的话 开窗户可能会把你难住 然后车里看时间呢 就是这个小钟啊 非常的有强调 如果你要调节时间的话 就是把它长按就可以调节时间了 方向盘这里呢 其实是整台车设计了一个非常古典的一个 地方啊 就是它是一个浮条 很细的浮条状的这种设计 但是因为装了一个气囊 所以感觉不是特别的到味 但如果说我们设计师 如果把气囊这个因素跑出在外的话 它肯定会搬一个40年代的方向盘上来 这里就必须得说一下 这个车现在的这个坐姿 就是驾驶人乘坐 驾驶这台车时候 我们的一个感觉啊 它的这个整体的仪表台 说实话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相对于这个仪表台而言 它的方向盘 将近40厘米的这样的一个直径 算是比较大圈的了啊 然后握起来的感觉呢 就有点抱着方向盘在开车的感觉 这个其实跟我们在影视剧里面 看到男女主角开那种老克莱斯勒 美国的那种老车的感觉 是非常类似的啊 你的视野里面 永远能在余光看到一个 非常巨大的方向盘 这种感觉还是比较奇特的 然后整个座椅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感觉还是挺大的啊 但实际上你坐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它对于大腿的这个支撑 对于躯干的支撑不是特别的充分 我们的膝盖后头还是有很大一节会裸露在外的 这个支撑是不够的 但是因为整个座椅的填充非常的厚 而且把你抬得比较高 所以你的这个躯干的角度还是很好的 另外呢就是说我这个整个大腿啊 接触到的这部分呢 它的这个触感是很不错的 肌肉感觉到的这种压强啊 皮肤感觉到压强是比较小的 所以整体的感觉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然后说几个我在开这台车的时候发现的小问题啊 第一个呢就是 它的这个转向灯啊 现在是好的啊 现在又不行了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向右转向灯 它会自己弹开 你必须要把它顶上去浮一会儿 它才能固定在那个位置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里 哦 再下一个毛病呢 其实是我们的这个喇叭 挺正常的对吧 然后它就不会停了 这样就可以不响了 这个地方需要润滑一下啊 待会我们去把它做掉 哎呦我的天呐 又要掉了又要掉了 这块板 我今天早上的时候把它给做开来 做裂开了 然后里面有一些卡子都掉进去了 刚刚在拍摄之前呢 刚把它装回去 但是刚才起来的时候又咯当一声 估计板子马上又要张嘴巴了啊 这也是个问题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有很多涂胶的这种痕迹啊 前车主应该无数次的处理过这个问题了 然后咱们看一下后盘啊 后面有一个隐私玻璃 这个挺不错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门板啊 门板的设计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 它的这个前排也有啊 这边都有很多洞啊 这样你往里面丢垃圾的时候 就可以很明白的看出来 自己丢了多少垃圾 提醒你尽快清理 然后乘坐空间啊 真的是跟现在的这种紧凑型的车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腿部空间 其实前排座椅 已经被我往前收了一点点啊 坐的稍微靠前一点 它也只有十厘米左右的这种腿部空间 如果说是一个比较大个子的人 坐在前面的话 我估计腿部空间一寸两寸啊 能让你坐进去就不错了 然后这个整个坐地的感觉呢 跟前面一样啊 支撑的长度是不够的 但是这个填充物的厚度 是相当给力的 所以坐起来也还挺舒服的 值得一提的就是说 它的这个整体的躯干角度啊 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 怀部 西部和我们的宽部 它的整个角度打的都是比较开的 有点类似于像SUV这样的一个坐姿 但是这个靠背的角度呢 是比较挺的啊 稍微有点直了一点 然后头部空间也还可以 整体的这个后排呢 跟现在的车肯定是没有办法比的啊 但是你要是以2000点左右的 这个视角来看的话 这个还是可以的 当然了整个外观 我觉得最棒的还是这个轮毂 实在是太帅了 啊 再来看看后备箱 竟然没有掉下来 太棒了 这个后备箱其实比我想象中的 要稍微大一点啊 然后我在外面看它整个C柱和D柱的设计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 三角形的这样的一个横界面的后备箱 但是你不要以为这个车的后备箱非常的小 成不下什么东西啊 其实它真的是变化多端 连同可折叠可拆卸的第二排座椅 它的整个容纳空间真的是千变万化 这个板还能支愣起来 但是能干啥我就不知道了 你看这还有个轮子 然后我们来说说这台车现在的这种 开起来的感受 以及还有一些哪些要整的问题啊 它现在开起来的感觉呢 底盘状态是非常好的 毕竟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整底盘啊 另外呢就是说把它这个机脚换掉 但是它机脚呢有一个特殊情况 就是这个车的有四个机脚 但是其中一个机脚呢被钉在了大梁上 哦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的点赞啊 因为你如果要把那个机脚换掉的话 你必须要把整个发动机都落下来 除此之外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在加速的时候啊 我们能够感觉到半轴的一些抖动 有点像是半轴的动平衡 或者说里面的花键有些老化导致的 这个在很多那种像萨博啊 这种通用系的车子上也是比较多键的 这个可能要换整个半轴才可以解决 但如果说车主对这一块不是特别在意的话 也可以忽略掉 因为对我们的日常驾驶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然后整台是给我的这种驾驶感受呢 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啊 2.4的这个机器峰值功率看上去是比较可怜的 但是它的在2000转到3000转的时候 它爆发出来的这种扭矩啊 还是不可小觑的啊 这个还是有一点油人有余 得心一手的这种感觉 当然了相对应呢 就是说它在低转速的时候 尤其是在1500转以下的时候 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肉的 就是我们在尤其早高峰晚高峰 这种比较密集的这种交通环境下 我们去去做一个起步呀 去车流当中穿梭啊 它实际上是有一些力不从心的这种感觉 尤其是起步的一瞬间啊 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开这些车 经常被人插队 实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还有一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转向系统 其实整个转向系统手感调教呢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啊 非常的紧 然后这个手力也是比较大的 但是它在我们小角度摆动的时候 就是靠近中位 可能10度20度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 它的整个车子反应不是特别的灵敏 你不能说它是一个转向有虚位 但是呢 可能这调教风格就是这个样子 不是特别的活啊 不是特别的贼的那种感觉 这个其实也是跟我们印象当中的美国车 有点相似的地方啊 但是美国车的 尤其电影里面看到那种晃来晃去 车子都不动的那种场景 其实在这台车上也是没有的啊 只是说中间那个反馈稍微弱了 那么一点点而已 然后就是关于这台车的这个行情啊 其实如果你跟我一样 觉得这个车不太好看的话 可能再多的钱你都不要 但如果说你对它的这个外观觉得很OK啊 非常另类的话你会觉得现在这个车的价格 其实还是蛮便宜的 因为现在有一些车子啊 它的这个里程其实也比较高 状态可能也不太好 它的这个价格呢 可能也在三四万四五万就可以买到了 尤其是对于一些上排年份比较久的这样的一个车型 但如果说您买的是像我们这位老客户挑的这种 内外成色无敌 机械状态也是可悬可点的这种车员的话 这个价格可能就会比较高了啊 去跟那种最低的这种价格比起来呢 它的这个浮动的空间浮动的这个幅度啊 还是挺大的 这其实也就是老车 尤其是这种比较稀有老车的一个特点 就是好车况和坏车况之间的价格悬殊 非常非常的巨大啊 你几乎没什么道理可讲 如果说您只看年份里程 或者看一些车型 一些比较粗浅的东西 去判断这个车的行情的话 极有可能失准 你可能想不到 就是PT漫步者这台车生产了大约十年的时候 全球销量竟然有120万台之多 平均月销量能有1万台车 这么好的销量 其实也说明了这台车 在国外是有很高的认可度的 很多人也利用它非常复古的外观 做了各种各样的改装 有些改装的风格真的让人受不了